大家好,我是现有居士 在南西江的第二天,我们去了大若延景区 下了车,逆江出在这个峡谷中间 一条青绿色的河水流淌于山崖之间 这里就是世外桃源干有的样子 这里的风景让你想要住在山下的村子里 享受大自然的宁静与祥和 在河边扔一些食物给鱼儿 你就会发现远处的鱼排队游过来了 河边的陶宫洞被誉为天下第十二伏地 是一个高56米,宽76米,深79米的天然岩洞 这里是浙南地区最大的天然石石 走进洞内,感觉这里十分的空灵 散发着灵气,充满神秘色彩 陶宫洞出来,旁边就是十二峰 伴随着溪流声,走在山下的小路上 远远的就可以看到前面的群山了 此时是雨季,大片的山崖都笼罩在云雾中 最高的山有200多米高 从十二峰下来,可以乘坐当地的三轮车到石门台景去 走走这里的石灯墙 然后去探索这里溪流沿途形成的九个瀑布 这个季节充足的水流量给瀑布赋予了强大的能量 山里还有一个小水库 此时水流正不断地从泄洪口中喷涌而出 深入山体内部,栈道是沿着溪流而建的 行走区中,感觉自己已经完全融入了大自然 最后的第九个瀑布泉 一块巨石被水长期冲刷 形成了一个橡皮的形状 好似一个石门 这也是石门台名字的游览 下一期视频 我们一起去体验南西江里的煮法漂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